这个业绩的sum if 或者是con if 等等 其实你们也可以透过像那个在我们的 应该各位应该都有用到那个插入里面一个枢纽分析表 这个分析表其实也是蛮好用的 只是说它里面有一些制式的功能已经帮你做好了 那有时候当然弹性稍微小一点 那如何把它跟VPA做连接 其实这可怕你们也可以再试试看 因为有时候可以透过录制聚集里面 可以动态的丢职给它 它也会动态帮你产生你要的结果 那只是说它因为它是一个 有点像一个模组化的东西 那你要制定的范围可能就比较小了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宁可不要用它的 自己产生我们要的东西 那这个当然你可以去斟酌 那它的做法其实非常简单 你就插入一个这个sum if 分析表 那我的习惯是这样的 就是说它旁边这边有一个列跟蓝 还有一个值 那一般习惯比如说我要统计的是业务人员 就把业务人员放到列里面 那要知道什么讯息呢 比如要知道它的业绩就是总价 比如这个总价这个蓝 放到哪里呢 放到那个值的地方 就是统计它最后的值 这个地方就三米符就出来了 所以刚才三米符这样也可以 也可以 那另外如果说你要是什么 康里福的话 你可以把这边有个箭头 这边有一个这样 一个设定 那个直栏位的设定 那预设是加总 就是它的业绩加总 但是我不是要它的业绩加总 我是要它的个数的话 那实际上有点像是什么 康里福的味道 有没有 就是只要几个 我不是加起来 你告诉我有几个就好了 OK 那另外的话 我也可以知道说有几个之外 那对应到的产业别 那比如说哪个业务 它专门是哪 针对哪一个业 这个产业 它的那个什么 它的订单最多 那你如果把产业别 拉到蓝的这个标签来的话 这个地方也会显示出来 有没有 比如说你看哪一个 菜头几乎就没有服务业了 那哪一个部分最多呢 金融业最多 它的主力在金融业 一看就一目了然了 对不对 甚至它这边上面 大家也有一些什么 筛选机制 比如说你不要针对哪部分 都不显示 那也OK 有没有 这边当然也有一些 类似于那个筛选的功能 那这是额外的 苏联分析表 蛮多同学 也对这个议题 也蛮有兴趣的 或许将来 看看 延伸到这个地方 把它也可以跟VBA 做连结的话 其实也是不错的应用 那我们刚刚主要是利用筛选 录制一个VBA 当然 苏联分析表 应该也可以 适用同样的方法 你可以产生 快速产生你要的这个结果出来 OK 这个部分延伸的说明 那 再来我们回到 刚刚的这个部分 我们刚刚已经有防呆了 那不过 你会有几个问题 可能延伸额外的问题 比如说第一个 我加了一个按钮在这边 这个按钮的话就是 假设是那个什么 比如说叫做 筛选业务 我有个防灾 不过你会发现 放在这边的之后 那名称呢 你把它改一下 改成我们那个 刚刚忘了一件事 我习惯是 把这个名称选的时候 复制一下 然后把这个名称改成 刚刚那个 那当然 我如果希望怎么样 按下它的时候 刚刚如果有相同的名称的时候 比如说有小咪 那我们 比较聪明的做法应该是什么 比较做法 应该是先帮它怎么样 把小咪删掉 然后 再帮它产生一个新的 所以这个地方呢 会多需要一个什么 需要一个 就是 如何删除工作表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 删除工作表里面 可能 其实也蛮容易的 就是许词 挖胡哪个许词 把它删除 那这个许词 你可以用名称 也可以用 第几个 点 delete 不过会有个问题 就是删除 它比较讨厌的地方 就是说 它只要删一个 它就跳一个 请问你是不是要删除 那你一定要按确定 它才删除 那如果像 后面会用到批字删除 那岂不是 100个删除工作表 你要按100下 确定 确定 一直按100下 它才全部删掉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地方会多一个 就是说 你要把那个 对话方块关掉 就是 那个功能 你不要再问我了 以后一律就删掉就好了 那你要告诉 以前有说 不要再问我了 那怎么办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要如何 把刚刚的地方做个修改 那修改的方法 我刚刚是已经把那个 筛选业务 再把它复制贴下来 改个叫底线房呆 总共有1 房呆1 房呆2 房呆3 那位置 我后来有更新过 你们再看一下 反正看房呆2个字 关键字就知道 那如果将来 你还遇到一些 可能需要房呆 但你写不出来 没关系 可以再提出来 因为这些也就都是 比较常见的 那这个房呆1 如果我今天 不是要 跟他讲说 要Matchbox 而是直接就删掉 所以这两行 其实干脆可以把它注解起来 注解的话 记得这边 按右键这边有个编辑 那把这两行 变成注解 当然你可以 手动在前面加单引号可以 不过如果说你行数多的话 那边一直加单引号 那会浪费时间 所以怎么样 在VBA里面有一个功能 使程式变为注解 就是你不确定这个程式 是不是要要 确定要删除之前 你可以先注解掉 然后做什么呢 如果说一样的话 那我就把它删掉 有没有 如果名称存在的话 那我就做什么呢 把那个序尺给删掉 那那个序尺怎么删掉呢 打一个序尺 刮弧 什么呢 X就好了 因为 那X指的是 比如小咪 小咪就删掉 那后面的话 记得加一个什么 点Delete 你可以先点Delete 再加刮弧也可以 因为如果你加了刮弧之后 那个提示就不会出现 所以如果你那个Delete 打不出来的话 你先点Delete 之后 再到这边加个刮弧 X 因为你加了刮弧之后 点就不会出现Delete 不过Delete 也很好拼 如果你拼不出来的话 你看一下键盘上面 有个叫Delete的按键 OK 但是呢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这个时候 把它执行的 然后比如说输入小咪好了 这个地方 因为小咪已经有了 小咪 好 按确定 是不是都有吧 按确定 不过它会出现什么 资料可能 要不要删除 你要按下删除 它才会怎么样 继续往下 所以这个地方 当然如果你今天希望怎么样 不要再问我了 直接删掉就好了 怎么办 不要跳出这个 其实 这个地方的话 你只要 记得 谁有能力开关 这个 这个叫 Display 这个叫Alearn Alearn 谁有能力 其实 就像之前我们那个 不要闪动 谁管的 就是Suite的爷爷 就是Application 对不对 所以Application里面有一个叫Display Selearn的属性 你把它关掉 它就不会再出现 所以这边把它删掉一下 好 再来 这边 所以删掉了 删掉了 删掉了 你跳 你跳 再执行一下 好 那比如说我今天 老王好了 假设这边有一个老王 你有的时候 你在执行的时候 还是不太知道说到底错哪里 我建议还是射中断 你按确定 好 在删除之前 因为现在这两个名称X 跟里面的第几个 第五个 有没有 它的名称 第五个的名称 是一样的 所以要把第五个删掉 删除 那接下来 它会停在这边 跳铃 NAS 呃 其实 这边应该怎么样 就 它又进来了 那会怎么样呢 会一直跑 其实如果说 已经找到的话 干脆就是 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 It is 4就可以了 就是不要再继续了 因为已经删掉了 不可能再有另外一个 所以It is 4 那这样子的话 它就跳铃尾圈了 就不要再继续往下走了 就是It is 4 多一个这个It is 4 好 再来的话 这个 这个就没有了 所以刚刚的部分 就加一个It is 4 然后再往下走 这样应该就OK了 筛选 就没问题了 好 这样就全部 等于是说 它又怎么样呢 帮我产生一个新的老王 但是是放在最后面的 如果你想要 放在原来位置 那恐怕你要再把那个 位置记下来 再放在那个的前面 不过我觉得太麻烦 但是放后面 如果没差的话 你就放最后面就可以 好 第二个是说 如果删除之前 你不希望跳出那个警告的话 有没有 那你就记得 那个Application APP L-I-C-T-I-W-N 电 那要不要显示那个错误 叫Displace alone D-I-S Displace 有没有 Alearn 这个属性 Alearn就是那个东西 警告的那个视窗 等于什么 等于Force 好 这样就可以了 不过这位置 删掉之后 记得怎么样 再把它打开 不然以后所有的Alearn 都不会出来了 该跳的也不会跳 所以这部分的话 一样 一般是在Delete的前后 要不然就是回圈的前后 因为如果你一直删 不要一直开关开关 你干脆就是For外面跟For下面 NAS下面 然后呢 这边我们可以把它Delete之后 再把它等于True 打开 OK 好来试一下 刚刚会跳警告 对不对 现在会跳警告呢 再试一下 一样老王 好 按确定 好这个时候 刚刚Delete的不是会跳 Alearn 对不对 现在呢 完全 不会 理你了 直接 就删掉了 这个部分很重要 就是说 如果你是大量删除工作表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 要把那个DisplayAlearn False掉 不然的话 你一直跳就跳 那个使用者按到手软 奇怪 怎么都还没有 还没有删完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特别注意 这个用Application 它里面有个开关 叫做DisplayAlearn 你会发现Application管得很多 有没有 Application只有Excel 另外它里面能够管什么 反正你就看一下 我之前还跟各位讲过 从这边里面找一下 Application 它里面的属性 有时候为什么我知道 我就去给它逛一下 反正跟 家里使用说明书 说明书 家电任何都有说明书 你就翻一下 将来如果 故障会有问题的话 你就把它翻开来看一下 原来是怎么用 真的家里的说明书还真多 现在我会看一下 比如说 像汽车也是一样 你看汽车也会有实用手册 然后手册也真的很多 所以后来我发现 最好还是给我一个PDF单 然后我就PDF 然后放云端上 然后我看一下 还有什么状况 比如说换个保险师 你总不可能保险师 还跑到原厂去吧 还要排队 每次要排很久 那干脆就直接怎么样 把那个实用手册打开 然后去那个什么 一般的材料行 买一个保险师 然后把它换一下就好了 就搞定了 所以这也是使用手册 这个到底是差不多的 解决你的小问题 那这个Application 到底能做什么 你就找第一个 这个问号 点进来的 开发能力参考 物件模型参考 里面就有这个Application 其实都在这个地方 这好像上个礼拜有讲过 你就找到Application这个物件 然后呢 其实如果你要了解 那个一个物件 到底能做什么 其实有点像一个零件 我讲过嘛 软体零件 那这个零件就可以组 你就自己可以设计出 你要的工具出来 这个概念其实还蛮好的 其实我觉得未来 台湾应该往这个方向发展 不然的话 你应该一直都大量生产 拼不过大陆 所以很多朋友都说 现在就是 好像公司也倒不了 然后也不赚钱 也倒不了 赚了钱之后 又还在大陆 也拿不回来 所以一直 一个cycle 但是公司就一直 不会倒 也不会赚钱 所以他们就是在那边撑着 那 如果你把它转型 软体零件的话 其实可以做出很多 而且物联网就是软硬兼实 这也是台湾的优势 所以你可以加上这个东西 HPPA再延伸出去 这边还可以控制软体 有啦 可以控制 一些数据 一些机器 它回来的东西 它会给你一个report report的一个文字档案 data 那你可以想 直接拿那个东西再做运算 得到一个结果 这是你要的 以往的话很麻烦 但你可以用VPA直接来做 这个部分的应用 其实在很多产业里面都是这样做的 OK 那里面的话 你只要物件 了解它两个成员 一个叫什么 属性 像 this pressure learn 就是它的属性 还有一个是什么 方法 方法就是做什么事情 像那个方法 那两个东西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点进去 它其实就会有这些东西 反正属性跟方法 那这边的话 它会先列出方法 那方法有哪一些呢 比如说你想要让那个 Essale停下来什么事都不要做 位置 然后呢 如果你要叫 那个 Essale去run 去执行别人的东西 这边有run 你要让Essale关掉 你要让Essale当什么时间 到的时候去做什么事情 比如说 几分钟之后 或者是几点几分几秒之后 做什么事情 这边都有 Unkey 那按什么按键做什么事情 有没有 OK 还有什么属性 我们这边有个displacement 在这里 这边都有 所以这里的话 如果有时候 你在那边逛一下 这边可以弄出一个 新的东西出来 displacement 有没有 那不会的话 你点进去看一下 那看这个东西有个诀窍 千万不要把它当闪文来看 也不要把它当一个文 你就是要把它当一个说明书来看 千万不要从头到尾看 你要看keyword 其他看不懂 是正常的 因为它这个是翻译过来的 而且是翻得很烂的翻译 所以你千万不要从头到尾看 而且千万不要用我们的思维去看它的语法 因为如果你用我们的思维看 你会真的看不懂 因为以前真的很认真在看 我就会觉得说 这真的在写什么东西啊 每个字都看得懂 但是全部拼在一起就是不对 所以你只要怎么看呢 第一个 你大家了解一下 而且不要很认真看 看什么 会显示特定的提示及讯息 则本属性直为true 这个好像还写的比较ok 我看到很多 念完之后 真的是 真的是要什么 什么不通 真的 ok 那里面的话就是有true跟false 所以你看到关键字就是true 它一定是true或false 两个 就是有点像开关一样 布林 就是布林词 一定是true跟false 然后底下的话 我的习惯是 直接跳下来看翻例会比较快 直接怎么样呢 如果我不会用呢 直接把这个翻例里面的东西 Ctrl C Ctrl V 然后再true一下 有时候比较快 因为你从头到尾看完之后 你会真的 钻到里面去 底下它有一些 有没有这个false 它这边是DDE 然后它是去呼叫那个 word里面的档案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把它抠过去看一下 里面有一些东西 OK 类似像这样子 像safes也是这样 比如说safes会一直 问你要不要附写 那如果一直跳 那会很麻烦 所以你可以displace的论关掉 类似像这样子 好 那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一下 我是把刚刚的那个防黛衣 改成我不提示 直接怎么样把它关掉 那我大概就是头尾关掉 后面加个也是for 找到不要继续 那注解 这边多一个这个 按右键 因为本来是按右键编辑 然后注解的话这个 如果你取消也是一样 所以我常常会这样的 就是说这个部分我不要执行 我就全部注解 那我又要执行了 这样不是很快吗 OK 提供给各位参考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看到别的 好 2 1 3 1 4 3